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后囊造成损伤的可能性 这是我治疗软性板内障的首选方法之一 当我们到达精状体核的最后部分时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器械 一个Counter 钩 现在正在协助去除核表层 我们将Counter 钩滑到核表层的后缘 然后将其提起并向前旋转 现在过渡到冲洗或抽吸 集中剥离皮质残余物 保留切口下皮质直到最后 我更喜欢用45度的RAA头进行操作 这样我就可以很好地接触到切口下皮质 如图所示 我们现在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年弹剂填充 这是预装的ARCON AU-0T00晶体 将其放在囊带内 我们现在将患者头部 以约30度倾斜抬离手术医生的方向 然后倾斜显微镜 使患者向下看 并使用防角镜来观察角度 在过度聚焦之前 我会将KHUG DURER刀穿过角膜切口 以无窗的方式进行 然后我们将KHUG刀插入小梁网 并开始逆时针工作 KHUG刀正在剥离和切除小梁网 因为它是向前推进的 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小标记 为了充分提高手术两效 我将回去尝试完成下方另一个 一到二个终点的治疗 然后我们将到达初始通道终止点 并越过该点 结合小梁网 然后回到初始通道 这将切断任何可能仍在连接的小梁网 最好是切除小梁网的切开部分 这是在冲洗或抽吸过程中完成的 此过程将去除粘弹剂 以及小梁网剥离和切除后的任何残留物 然后切口注水便缝合 使用KHUG刀完成Mix联合超生乳化硕的案例 现已演示完毕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赚 主观看 防徒 情如饭 5月 很开服 keto berg